第一時間 官時事解局勢 大家好 今天要講的第一個話題是 美國眾議院院長南希·佩洛西 可能在8月訪問台灣 消息傳出後 諸共當局大跳腳 並威脅將採取堅決有力措施 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中共環球時報前總編胡錫帳也配合表演 建議當局讓戰機本飛佩洛西轉機 穿越台灣 不過 中共反應激烈到底在怕什麼呢?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25日報道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時殷雲認為 若佩洛西真是訪台灣 中國恐怕將採取前所未見的反制措施 會是台海危機以來最強烈的一次 對於中國可能的軍事行動 美國必然採取軍事準備 美中關係將非常緊張 而美國總統拜登被問及此事的時候表示 軍方認為此刻不是一個好主意 而佩洛西回答記者 拜登的意思 軍方或者擔心飛機遭受中方擊落之旅 我並不確實知道 我不曾在總統那裡聽說過 與此相應地 美國參眾兩院議員們表現強硬 不僅支持佩洛西訪台 而且紛紛建議它乘坐美國軍機訪台 根據《法新社》25日報道 美國國會作為政府平等部門之一 議員可以自由出訪 但行政部門擔心微妙關係狀態被打破 因為美國越來越支持台灣 在中共政府眼裡 相當於推動宣布台獨圖謀一環 喬治華盛頓大學中國事務專務沙特說 拜登政府現在面臨著真正的問題 因為如果他們退縮 如果他們試圖勸佩洛西不要訪台 他們會顯得很軟弱 好像在向中共的施壓策略讓步 而中共在欺負人 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薩斯說 佩洛西議長應該前往台灣 拜登總統應該非常清楚地向習近平表明 中國共產黨做什麼都無際於事 1997年也曾出團訪台的時任眾院議長金瑞契 近日在推特法文指出 如果我們被中國共產黨嚇倒 連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都保護不到 中共怎會相信我們可以協助台灣生存 那中共到底在怕什麼呢?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 資深訪問研究員唐安竹 接受CNN訪問的時候坦然 8月適逢中共現軍節和北大河會議 是中共二十大前的重頭戲 有關習近平能否順利跨入第三個任期 佩洛西是這個敏感的時機訪台 確實可能導致中共反應被以往激烈 但這也意味著中共會希望在這段時間避免局勢失控 在經濟成長放緩、房地產風暴、失業率攀升、疫情反覆等諸多危機中 不去煽動另一場危機才是符合習近平的利益 唐安竹還認為 中共必然會試圖對台灣加強施壓 但不會造出任何特別危險之舉 或製造出無法處理的情況 海交關係協會研究員大衛·薩克斯對美國之音表示 習近平可能會擔心佩洛西高調訪台 會導致他在其他黨員眼中顯得軟弱 在處理對中國領導層來說 最重要的是在一個議題上不強硬 他認為習近平在經濟上臨巨大挑戰 在國內實行的清零政策 和強硬的封控措施都面臨反彈 在台灣問題上 他可能會嘗試避免再遭遇另一個打擊 他亦可能會覺得危機對於轉移公眾視線 或凝聚公眾輿論方面是有用的 好,我先講一下 若佩洛西此次成行 將會是至今預計之後 第二位副台的美國眾院議長 對於台灣的意義很大 而且這樣是將中共狼騷 意義更是非凡 因為顯然踩了中共的紅線 沒得商量 我判斷 就算佩洛西真是防台 中共絕對不敢攻擊美軍 應該也不會出兵攻台 反而是靠著海上軍演 視射飛彈 或者戰機擾台等方式宣示不滿 到時我們大家就等著來看 看看中共是否會照著這個模式走 我認為 習近平會在二十大前打台灣 因為發生迫不得已的可能性 所以才想孤注一擇以鞏固聲勢 然而我們在之前節目也說過 若然習近平真是失心瘋地做 那同樣他就不用再想連任了 因為他承受不起後果 有美軍官員認為 以共軍現今實力 海軍入侵台灣將是很難成功 中共可能採取蠶食做法 從援引近期宣告台海並不是國際水域著手 採取有限度的行動來測試美方反應 另一個理論是 中共可能嘗試攻佔輪近大陸的台灣離島 但無論如何 這樣都是華府固定模擬 以及兵棋推演的主題 好了 剛才說的是第一個話題 接下來要說的是台灣師範大學 東亞學系的教授范世平最近出版的新書 蔡英文執政後的美中戰略 與習近平之挑戰 他在接受專訪時後表示 習近平對台工作一籌莫展 既沒有戰略也沒有戰術 以至兩岸近年在政治、經濟、社會上分道揚標 中共除了武統外 就沒有其他機會了 因為和統已經不可能 根據美國之音26日報道 范世平觀察 七年間 國際情勢的變化 使中華民國總統 蔡英文獲得國際更多的支持和同情 而中共的不斷向外擴張 令習近平遭受到很多批評 蔡習兩人投球和接球的角色主客移位 范世平說 雖然不會有蔡習會 但不影響蔡英文的歷史定位 就是結合美日對抗中共 而且面對中共的民工武嚇 台灣的股市和經濟並未真正受到影響 至於蔡英文不承認九二共識 中共亦無可奈何 只能夠民工武嚇和戰機擾台 或者是挖走台灣的邦交國 但是這樣對台灣都沒有太大的影響 反而突顯習近平對台工作的無奈 范世平強調 中共這樣下去 只是將台灣一直推向美國 推向日本 台灣又是一個選舉的社會 它不是說好像香港那樣 可以找誰做特首就找誰 它是一個選舉社會 如果你還是維持你的基調 你只是令民進黨長期執政 根據台灣民意基金會 19日發布的民調顯示 在政黨支持部分 有34%支持執政的民進黨 而15%支持最大在野黨國民黨 另外有15%支持民眾黨 換句話說 民進黨只要繼續打抗中保台的政策 它就至少可以在中央層級的總統選舉當中繼續連任 但是國民黨不可能勝算 因此范世平質疑中共 到底未來期望些什麼? 除了武統 沒有其他機會 因為和統已經不可能了 好,我不必說台灣 只是說香港 大家就明白了 中共推出港版國安法 否認中英聲明 破壞一國兩制 香港明報報道 港府公務員事務局統計 2021年和2022年上年到 總共有3734名公職人員辭職 辭職率達2.1% 比前一年到大增一倍 創主權轉移以來新高 人家仲介業者對此認為 青年不滿港府是主因之一 那麼中共連香港都處理不好 正常人還怎麼相信中共和統的條件? 誰還會相信台灣被中共納入之後 可以過著現在民主自由的生活? 如果未來的日子沒有更好 反而會淪為和現在中國一樣的悲慘世界 那麼台灣民意 怎麼可能傻傻地支持中共統一呢? 我做個總結 我在節目中講到美國眾議院長佩洛西有意訪台 並且中共老修成路的新聞 分析中共嘴炮強 其實對此事進退兩難 另外,我還提及台灣學者 范世平直言習近平 對台工作是一籌莫展的消息 並認為有中共的劣跡斑斑在這裡 想要台灣臣服 就和中國夢一樣 永遠都只是夢了 好,今天就講到這裡 肯請各位訂閱、分享和點讚 你的支持就是我做好節目的最大動力 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發表高見 第一時間時評在先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下一集再見 你們下次見